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课本上不是会提什么等张高张低张容易 有时候你会看到我等渗透高渗透低渗透容易 到底张跟渗透有什么不同 我就来讨论这个部分 好我们来做一下定义 所谓的等张是指张力 它指的是无法穿透半透膜的分子 你只要看大分子 可是等渗透呢它是全部 好那我们来做 拿翻例来做说明 假设这边有个半透膜 有A跟B两侧 其中A侧呢我放小分子葡萄糖0.8M 然后那个蔗糖是0.1 B侧呢是葡萄糖0.4 蔗糖是0.3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比的是 那个渗透压 这边加起来是0.9 这边加起来是0.7 所以如果今天等比的是渗透压 A大于B 但如果你今天比的是张力 就看大分子 哦 B却大于A 就这样 所以等张不一定会等渗透 高张不一定会高渗透 而其中那个高张 高渗透等渗透跟低渗透 会变 因为小分子会改变 会改变两边的总和的浓度 所以等渗透和等张 概念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 你讲的是渗透还是张 你可能要想清楚 通常我们讲的都是等张高张地张 因为小分子我们会假装 把它都已经平衡好了 我们看的是最后大分子的结果 那渗透 高渗透低渗透跟等渗透 有别的意思的 它只是整体的浓度 那个是会变的 那会改变的 好 以上是这个问题